請歡迎池 健康 活力 台中 GO 全民運動會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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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區長好 兩年一度的全民運動會 第三次在台中市來舉行 我們以承辦的城市 那麼全力以赴 我們要把台中最好的一面 透過這一次的運動會 呈現出來 那麼為什麼叫 健康 活力 台中 GO 作為我們這一次的 運動會的主軸 我想全民運動會 除了競技 比賽 來呢 讓我們可以超越卓越 同樣重要的是透過運動 能夠追求健康的人生 能夠具備運動家的精神 所以我們的吉利猴 希望集合眾人的力量 也能夠帶來大家吉利 所以今年台中市 我們在一年以來 全力做準備 全民運動會 希望大家 去台中 也很夠台中 而且為台中 即將舉辦 2019年的東亞青年運動會 來加油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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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好 我想今年的全民運動會 我們台中市政府跟教育部 體育署密切合作 我想今年的運動會 一定會非常的順利圓滿成功 因為在一年前我還記得 當時的我們體育署 和卓菲署長 來跟我討論 說是不是台中 有這個意願 來主辦2016年的全民運動會 說實在的 這個責任重大 那麼台中市的市政也非常的 這個可以說很大的負擔 要再舉辦一個全民運動會 說實在是很大的挑戰 所以我當時就請 我們台中市的副市長 就是現在的教育部長 潘部長 我想說交給他去負責就對了 那麼在520之後 當時代表台中市的我們的潘副市長 成為了全民運動會 那麼我們督導的上級單位 我們的教育部長 所以今年的全民運動會 一定會合作無間 這個也是我們看到 可以說潘部長在上任之後 給我們台中市最大的支持 包括今年的全民運動會 預算大額的補助 當然我們也要 台中市也要出一點 當然這個數字啊 就是希望能夠把活動辦好 更重要的當時一個很重要的理由是 台中市要2019年代表台灣 舉辦東亞清澳 那麼必須把很多的硬體設施 還有人才的培育 也利用全民運動會 能夠向前推進 也真因如此 我們爭取了很多教育部 對我們體育設施的一個補助 2019的東亞清澳 有非常多奧運級的比賽的場館 這些都做為台灣 尤其是在中台灣未來的資產 同時除了硬體的場館 我們看到的國民運動中心 有六座 有這個網球中心 有棒球的一個園區 我們還請教育部體育署 已經這個補助台中市政府 進行研究規劃 希望能夠在台中設立 我們國訓中心的中部的基地 也能夠成立中台灣的運動園區 今天來到會場 有非常多這個各縣市的首長 體育的負責人 尤其我們中章頭苗 甚至到雲林 那麼共同來舉辦未來全國性 甚至國際性的活動 這也是教育部的政策 北中南東都有呢 能夠舉辦國際賽會 跟國內比賽的一個能力 再來我們也很高興 我們台中市剛剛通過議會 正式成立運動局 我們會以更多的這個更高的層級 更多的預算以及呢 人力來辦好未來東亞清澳的活動 也期待台灣現在在外交上很孤立 唯有透過體育我們能夠走向國際 因為體育就是公平競爭 體育必須讓每一個選手在起跑點是公平的 我們台灣在國際上也一樣追求在呢 運動競賽上能夠有一個公平的基礎 高雄舉辦過世界運動會 台北市即將舉辦2017年的世界大學運動會 台中市2019會舉辦東亞清澳 所以台灣集合眾人之力 一定有那個條件跟實力來舉辦亞運 甚至奧運大家說對不對 對 好 那麼謝謝 也呢大家到台中不要忘了 除了參加運動會 能夠呢欣賞這個城市的美 我們有美景美食 有非常美的人情味 期待大家在這裡 能夠有一個美好的回憶 能夠帶回去 也能夠常常來台中 再次的歡迎大家 也祝福各位 也要感謝我們所有在座 我們包括行政院 體育運動發展委員會 中華奧會的幾位委員 我們的中華奧會 我們的總會長 還有各縣市 以及呢我們地方 台體大的林校長 還有我們承辦的 我們台中市這個體育總會 包括楊永昌秘書長等等的幹部 跟我們的同仁 我以他們為榮 再次的祝福大家 能夠有最好的成績 發揮運動家的精神 讓全民運動會 順利成功 謝謝大家 謝謝市長 謝謝大家